大家好,我是大崔 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卫生间门口这块施工的一些细节 先看这块 这块就是铺了瓷砖的 铺了瓷砖你就要考虑我们是做一个全包口的门还是做半包口的门 如果说卫生间侧面你铺贴瓷砖 你的口就是在外面 那么你的门就相当于做的是半包口的门 一般的现在咱们的很多做极窄边框的卫生间门也比较适合做半包口的门 当然如果说你更喜欢那种全包口的口线全包过来的 这个侧面是不用贴瓷砖的 这个地方考虑清楚 因为需要跟我们铺贴瓷砖的师傅来结合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卫生间门口这块的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卫生间门口这块究竟要不要加过门石 这块瓷砖要不要做对方处理 来解释一遍 先说一下过门石加不加都可以 因为我们原来做过门石它是一个划分区域 比如说这块一般的加门锅门石选择的黑颜色的 或者说红颜色的这种锅门石做一个过渡 但是现在咱们的瓷砖很多都是选择通坡 通坡过来之后就是正常的一个瓷砖 但是是有一点 你看这块它是有不同的一个高度的 是要有落差的 你看这块可能落差小一点 到这边就落差越来越大 因为我们整个卫生间这样的坡路是从这块直接从那到最低点的 尤其是你卫生间没有做一个完全的一个干湿分离 整个是一个坡路到一个点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最好做一个错台 当然你的卫生间很大 你有那种干湿分离的话 你要不错台倒是没问题 尽量有这个错台 万一咱们有水的时候 它不至于流到外面 把我们外面的墙淋湿了 这一点是要你注意的 还有就是有些人特别在意对缝 这个缝没有跟这个缝对上 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也很多可能性是对不上缝的 你考虑这个空间对上缝之后 你里面都是小条的窄窗 并且你这个地方再去对缝 那就更麻烦了 所以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尤其是卫生间跟它是不用做对缝出来的 可能你家刚好赶到那里可以对缝 但是大多数时候是对不了缝 好了 我是阿俊 观众装修美 谢谢 谢谢收看